啊 啊 啊 再单薄的肩膀 你能勇于担当 全力挑战 你赢了 我把我的职位给你 我赢了乖乖的服从安排 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真正的把青年 传递在自己身边 然后让我们的声音 传递到青年的耳朵里面去 入他们的心 那么我们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方法 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他可以充断这个桥梁 谁 临见了最多数的青年的粉丝 就是粉丝真身度最高是谁 是隐移界的明星 隐移界的偶像 我觉得这个张艺兴成为 湖南团的学团推广大使 湖南团开创了这个全团的线盒 那么张艺兴也开创了这个 隐移界明星成为团的 学团推广大使的一个线盒 所以这种突破本身就是 湖南人本身的感慰人性的 一个精神的体现 也正是因为湖南人的原因 这个我们乡土 我们的乡群 我们的血脉 促成了这么一次联姻 虽然张艺兴这个成为团的学团推广大使 他也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的 他自己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这个团的学团推广大使 这个帽子戴上去 这一辈子就不能摘下来了 为什么 他说我今后的所有的言行 不再是代表我经纪的 我张艺兴 我代表着湖南共同团的整体形象 我代表着湖南这个 他说是一个优秀青年的形象 包括之后 他离开了湖南 离开了中国 回到了韩国 回到韩国之后 也受到了很多这种组织的影响 张艺兴这个湖南人 这个青年小伙子 表现了非常强烈的这种爱国情怀 他没有更改自己任何的头像 没有更改自己任何的这种政治言论 反而把祖国一直挂在心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还是特别值得敬佩 首先要有自己的目标 其实我在这方面我还有一些欠缺 就是虽然我有自己的目标 但是我会手忙脚乱 因为目标它是你想达到金字塔的塔尖 你是需要一个这么多东西 把它慢慢给它垫上去 你才可以站到那塔尖 对吗 但是在那个塔里面有很多东西 你得选择 发自内心的来说 如果实在在自己的天赋方面 自己很喜欢 我觉得就肯定会做出成绩 但是是什么样的成绩 我不敢确定 但如果天赋完全不在这方面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还是再多考虑考虑 有天赋在哪神 就好像主星轴一样 想要达到自己梦想的顶端的时候 是需要很多东西的沉淀积累 才可以达到那个高度 所以慢慢来 别着急 然后努力不要盲目 有句话说的特别好 上帝为你关上门的时候 一定给你打开了一双窗 只是你找不找得到那双窗 那双窗户一直都为你开着 是不是我们在找了 就好像我们玩一个 大家来找茬那个游戏 两幅图告诉你不一样 但是你总是有人找不到 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 战利者的心 只有努力 努力再努力 你今天的努力 决定你未来所战利的高度 孔子经常说是 三十而立 男人 但是我觉得 因为时代在变化 90后的 90后的力量 00后的力量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提前了 我们承担的责任 我们承担的所有的义务 一些东西 可能比起80后70后 我们可能更早 所以我觉得 不应该是三十而立了 应该是二十四而立 哇 那个时候也是 想都不敢想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进 但是越往后进 越往后进 就越来越想进 越来越想进 就这样 很奇妙 很神奇 也没有想到说 自己像现在 我也是算站在世界舞台上 唱歌啊什么 也没有想到我有这一天 觉得谢谢 所有的老天爷 对我的眷顾吧 挺感恩的 真的 要谢谢 瓦可哥 维加哥 然后丹妮姐 对我特别的照顾 特别喜欢我 然后觉得我可以啊 给我一些 梦想的助燃器 这样的话 让我能够 把这个点燃火柴 蹦飞天上 我妈在去韩国之前 给我写了一份协议 两点 第一点 去韩国的好处 第二点 不去韩国的好处 两点 写完了以后 下面有一个签字 还有一次 他给我签的那个协议是 只扶养我到18岁 18岁以后 你得所有的生活 你得自理 这样的协议给我签 我签了 18岁以后我自理了 其实也没有 18岁过了那么一点点以后 开始自理 成长这个环境 它是有时候 没得选择的 每个人成长都有阶段 都有时间 时间性 按照 每个人的情况的不同 不一样去分析 去选择自己 是否该独立 那个参加极限挑战 吃火锅 把肚子吃疼了 然后吃吐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有一种决心吧 就是说 湖南人的尊严 你知道吗 大家都能吃它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想挑战一下 然后越来越能吃了 以前是完全不能吃 我一直坚持的一点 就是以心换心 这一点是我爸爸叫我的 他说 你用真心换别人的真心 你总会换得到 我相信我爸爸说了 我努力的 把音乐那一块 给它做好 做出一个成绩给父母看 我能做到这样 坚持自己的理想 我相信 只有这样的话 才可以成功突破重围 不能就说 一味的因为这样的阻挡 而把自己的 所谓兴趣爱好 所谓想做的事情 全部给它挡掉 我觉得00后的小孩 90后00后的小孩 一定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